新北市中和一間熱炒店 在31號凌晨驚喘槍 一名張熙男子跟朋友 想要到熱炒店來吃宵夜 結果老闆拒絕說 因為已經要打烊了 所以不接客 沒有想到男子居然對空鳴槍 店家嚇得趕緊報警 張熙男子跟朋友隨即是逃逸 警方繽紛二路連開了11槍 成功逮到兩個人 更在他們的車上找到了改造手槍 再要擴大追查槍枝的來源 警民 指援 指援 嫁犯吃宵夜 開槍恐嚇 犯案後還想衝撞遠景 雙方正面衝擊 放下 放下 你開槍啊 我不要開槍 被警察押來地上的張信嫌犯 只是其中一個人 另外一名嫌犯持槍開車逃到南港 還是被抓 犯案後四個小時 警方連開11槍帶回兩名嫌犯 調查發現 兩名張信嫌犯 因為想吃宵夜 到中和中和路上的熱炒店 店家說打烊不接客 其中一個人竟然對空 鳴槍恐嚇 店家嚇壞報警 兩名嫌犯分頭逃逸 他要打烊 他看你要到處 這樣我不知道怎麼來的 這很厲害 他都蠻恐怖 監視器畫面拍下 兩人搖搖晃晃晃 開完槍之後走回車上 可能也知道 立刻會被抓 分頭逃 警方繽紛二路追 逮到嫌犯之後 也在車上找到四箱鞭炮 改造槍枝 還有毒品 開槍衝撞過程當中 造成一名警察受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嫌犯的槍到底怎麼來的 警方還要擴大調查 將以恐嚇 還有違反槍炮彈藥管制條例 依送法辦 記者劉司周東林 新北市報導